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為何都放了貨品? ité income 為甚麼?你們來找我拿一零吾銷? 請問如何由股票市場難窄 豈 speech 塵環市に足以採用用費者 整街 三戶都蝕着金錢 問這問題 跟中落彩分別不大 不過有時又不太難 我教你少許做人的道理 做好自己的本分 例如了解自己的條件和取向 例如你是高風險低風險 還是哪一種東西你會喜歡多點 然後你再選產品 我們就講過股票、倭卵、期貨等東西 你選定了這幾樣東西 你不會三心兩意 不會兩頭擺的時候 你的贏面就高一點 簡單一點 用股票來說 兩樣東西 賺差價和股息為主 賺差價很簡單 就是你100元買的 200元沽出去 你就賺100元 賺股息的就是你100元買進來 通常一年都是派兩次息 大隻的成份股 一年就會自動收息兩次 自動傳入你的戶口 我想問一下 應該怎樣決定何時要放呢 股神是持有20年 有些大鱷就只有兩星期 兩個月而已 這樣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 所以最重要就是 看看你原先的投資計劃 是怎樣的 你原本想要收息 100元收息的話 你一年派兩次息 最少要持有半年或一年 你才能收息 如果你想賺價位的話 假如你今天100元買 明天升上去120元 你喜歡的話 明天立即放 都可以的 最忌諱的一件事 就是你原先打算100元買 120元放 去到100元 你都不放 然後跌下去 不知道何時放 俗稱就叫做 短炒電腸渣 嗯 如果大家都像他一樣 在財經這方面 有甚麼問題的話 就歡迎你電郵 我們wifi-editor-at-yahoo.com 寫信來問我們 各位財經專家的意見